hello大家好,我是大盛,欢迎大家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来给大家盘点一下千禧年之后 我国小花在世界大赛上争金夺银的一些感动时刻 我还弄了个排行榜 那咱废话不多说,接着往下看吧 第十名,2019年斯图加特市井赛 唐锡进充满意外惊喜的 凭了咱们世界大赛上女子全能的最好成绩 2019年的市井赛呢,算是大起大落 我给你们回忆一下当年唐锡进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他是在全品赛的时候是拿了全能的单场的一个第二 然后是全场的一个第四 我没记错的话是2019年全景赛这样的一个情况 当时他接受采访,我一定要把七盘二练出来 我要上市井赛 然后你就能看到在半年不到的自足加特市井赛上 他真的就把七盘二拿出来了 当时就会觉得说这小丫头 果然就是自己给自己盯的目标 他就往自己这个目标去使劲 果然老天爱笨小孩 在团体决赛第1给意大利队送温暖之后呢 个人全能退赛 让咱们的堂堂呢在第一组闪耀全能赛场 全能决赛的话 其实贝尔斯还是一枝独秀 那堂堂的对手就变成了像俄罗斯的美丽娃 像法国队的法桑等等等等 当年这场比赛二三名的一个归属 还是竞争的非常激烈 最后获得了第二名 相比于江宇源拿到这枚银牌 对于自己天赋的一个对线 唐细静的这个银牌充满了惊喜 当时总觉得咱们国内的全能第一人是李世佳 或者说刘婷婷 又没有觉得说他能获得多大的突破吧 但是没想到他把自己的这个有的东西都兑现了 都比了出来 今年杭州全景赛的时候 我坐在观众席上 身边的话就有很多地方队的一些教练 那全场下来评价最高的还是唐细静 第九名 2006年巴西体操世界杯总决赛 李亚高低杠多赢平衡目多金 可能比我还小的体操迷 知道李亚的这个名字 应该是在可可心的这个动作上 李亚空翻接叶格尔 那其实在瓜队呢 最不缺的就是高屏强项 李亚的话 他这个高屏强项 也还带着自己的浓烈的一个个人风格 我自己是非常非常欣赏 06年的话呢 李亚在刚刚年初东逊完了之后 参加世界杯的一些分战赛的话呢 就已经亮相了李亚空翻 但因为世界杯分战赛是没有权限 去达到自己的一个命名的 很多人都知道 06年我们在丹麦世锦赛上创造了童话 但是大家可能都忘了 就是李亚当时是退赛 然后是让旁盘盘 就是上高低杠这个事 我跟大家讲一下 当年的话其实是这么回事 李亚的话呢 在预赛的时候没有上这个李亚空翻 但是也失误了 没有进高低杠决赛 如果他想获得李亚空翻的这个命名的话 其实他必须是要在团体决赛中成功使用的 那他这个压力肯定会特别特别大 在当时的话 网上一些论坛其实是非常不友好的 因为大家都觉得说他临场不上 让队友承担这个压力嘛 但其实现在咱们看一下 看完2022年世锦赛 咱们再回想到李亚 他当年是多么有魄力 多么勇敢的一个决定啊 那他回国之后呢 也是没有拿到这个06年亚运会啊 这个资格 但是最后啊 年底还是给他一次机会 大家想想看 在这个年底的世界杯总决赛 他这压力点多大呀 他最后的话呢 他就是完美的 在这个高低杠决赛中 拿出了李亚空翻 最后获得了命名 然后我记得当时的冠军好像是特解 总之我觉得说这个亚军 他心里可能也会有点遗憾 在当时我们都觉得说 这是不是就最后拿了个亚军呢 就这样了 没想到啊 在一天之后的平衡目决赛 李亚最终站上了最高的领奖台 第八名 2012年伦敦奥运会 邓琳琳平衡目多冠 大家总觉得08年和12年 两届的奥运会冠军 邓琳琳都是充满了幸运 但其实大家很多人都不知道 邓琳琳这四年中他经历了什么 08年如果你说他是黑马 但其实呢 他这个黑马也是靠自己比出来的 最后比赛结果来看 让他上确实是一个最明智的决定 那09年他也是自己争气 还拿到了单向的 世锦赛的一个平衡目冠军 10年呢 裁判就开始不做人了 开始不捧了啊 11年官方来讲 说他这个伤病严重哈 说他说是这个状态也有下滑 但其实我个人来看的话 伤病是有一些 但这个竞技状态 我并没有觉得说 让他上不了世锦赛这种哈 他当年只是说丢了720 而且他当年的话呢 平衡目还练出了小小360J倒叉 只不过当时的话呢 可能国内的话 像95年的梁朵小花 像谭思新 像姚金南 把他这个平衡目单向的一个名额 给他抵下去了 不上的话呢 其实对我来讲 现在来看 也算是一个 能让他缓冲一年 包括心理上也有一个 我足以鼓劲儿 那12年呢 我们这个邓邓 也是恢复了720 最后上了团体 最后就获得了这个伦多奥会的冠军 邓灵的成功就证明了四个字吧 天道抽亲 第七名荷兰世锦赛 江源全能多赢 创造历史 那08年 个人全能充满遗憾 我们进入到了09年的一个东迅 我记得09年 他在年初吧 他比了像有什么大运会啊 这些比赛 而且在当时的一个全景赛上 也是比的不错 全能虽然说失手了 但高低杠拿出了540转体 再加上一个后者两周的一个下法 当时真觉得说 哦 他顺赢规则 难道真的就是顺赢的这么好吗 而且他的一个换杠 当时10年11年开始抓死挂的时候 他完全不死挂 动力十足 但是09年全运会前也是又伤病 最后就没有拿到这个世锦赛的一个参赛名额 真的觉得说 江源的话 到10年到年初的时候 我一直都觉得说 是不是他就会 因为伤病也就这样没落了 毕竟这个北江运会的一个冠军拿到之后 也会觉得说 也可能也没什么太大的一个压力了 就是这块金牌已经够他一辈子吃喝 但是没有 10年的时候江源我记得当时他对策拿到了第一名全能 59.35分 这个分数我现在记忆有心 最后呢也是拿到了世锦赛的一个参赛名额 但大家都知道 10年的时候呢 慕斯达芬娜 他的这个四项难度 确实是最高难度人界重合了 所以说江源其实不是说输给了慕斯达芬娜 而是上期我说的那样输给了one and water 江源这场比赛我当时上初纵的时候没有看 然后我记得当时我第二天我登了一个 一家网站的一个体育界面 首页就是江源全能夺银创造了一时 我当时真的是超级超级开心 第六名 2011年东京世锦赛 随路中绽放 提到随路的话 首先就要提到08年 他离这个奥运会的正选名额一步之遥 09年10年呢还交了两年学费 到了11年绽放 就即使不喜欢随路 即使不是他粉丝的话 你应该也能看出来随路的这个平衡目韵律 随路的这个平衡目的一个水平 随路的话呢 一开始竞争对手 可能是其他的挂队的就是平字挂的小花 跟他竞争最后北京奥运会的一个名额 但是比到后面到11年之后 会发现他的一个主要对手就是他自己 最后随路以15.8几几的一个分数 拿到了这枚金牌 实至名归 第五名 2000年悉尼奥运会 刘璇平衡目摘金 那2000年我当时我刚三岁哈 但是哈我小的时候长大了 我记着每一道 临近奥运会都会重放他这场平衡目 多金的这场 那我们在上中学在考试的时候 会把刘璇的自由操的一个就是 呃 支撑的这样的一个动作 印成黑白的在试卷上 然后会让你剪那种半命题的作文 说通过他的这个动作 通过这个想象出来的东西可以写一篇作文 所以说他对我来讲 他2000年穿着咱们这套国家队的队服 然后去参加比赛 这个形象是个完完全全刻在我的脑海里的 00年的时候刘璇夺金的话呢 他不像其他的小花 在站在领奖台的时候有点怯生生的 刘璇他反而是大方的给大家飞吻 给观众展示自己的快乐 我们来说一说彩蛋吧 19年的时候我因为工作原因哈 去我一个 呃 姐姐的一个公司去帮忙工作 然后的话呢 跟刘璇也是有一面之缘 然后我当时就问他 我说璇姐 你知道吗 在一些网络上的一些网站上 大家都在评价你 怎么感觉你跳马的猪跑 跟逛餐市场上的呢 然后当时 玄姐也是卡不卡不眼睛 然后跟我说说是 你知道吗 其实是我技术的问题 但是现在咱们回想一下 你这跳马跟对吧 跟遛狗散步上的就能跳540了 那你这技术没问题呀 所以我觉得刘璇的LD们 如果要是小花实在跳不出来720 咱们问问845吧 你问问他这个跳马向前落地 咱们这个技巧可以拿出来吧 对不对 咱们练练540也行 今年咱们试锦赛540 打分打的多敢打呀 但是我就怕这个845 交跳马没交出来 结果气的最后自己恢复900了 然后还把一转给削走了 然后传回俄罗斯 人家本来就会病掏 第4名2005年墨尔本世锦赛 成飞夺金 这次夺金之前呢 当时国内对于体操的一个评价的话呢 大家也能知道哈 什么什么摔交队呀 什么什么的 其实对我来讲 04年的这届雅典奥运会的一个体操比赛 咱们其实本来的话呢 是有一定的竞技水平的 它不像16年的话呢 咱们确确实实没有一个 我说女队哈 没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夺金点 所以04年的话呢 总是会觉得说挺惋惜的吧 而且我跟你们讲 当时咱团体其实比好了 也是有那么一点点希望的 因为当时呢 是一个十分质的一个水平 然后咱们当时跳马的话 有成飞能跳720 还有有王甜甜 其实真的团体那个时候 也确实是没有抓住机会吧 然后当时网络还不是很发达 当时都是在各种报纸上 你就看到那些头条就挂着什么中国赛交队的那些名号 总之的话呢 在距离压力奥运会一年之后的这个墨尔本市井赛 刮队也是终于证明了自己 带着成飞拿出了自己的跳马的两跳高难度 你无法想象到成飞当时作为17岁的一个小姑娘 当时面临着多大的压力 你也无法想象当时整个挂队 面对舆论的一个压力吧 你能看到当时两跳完成之后啊 底下陆导都高兴的都成什么样了是不是 我一直都觉得现在咱们即使再难啊 但是想象到之前这些咱们逆风翻盘的瞬间 那咱们就应该知道咱们挂队不会完蛋 第三名 刘婷婷2018年多哈世锦赛平和木摘金 他里约奥运会临门一脚最后就是因为手伤 然后失去了这次名额 真的就是特别替他惋惜吧 然后你看到17年呢 然后又重新到了东京州区 你真的觉得说啊 这么好的机会啊 但也是充满了遗憾 确确实实是这个伤病也确实是没办法哈 然后反正就是最后就到了18年的一个世锦赛 咱们再来说一下 我记着很清楚18年多哈世锦赛的时候 预赛也是没有找到那个网址直播哈 然后我当时就是看那个文字直播 到那个平和木怎么都掉了这么多次 反正总归的话就是五个人掉了三四个是吧 最后我们的Diva也是摸木 最后也是等他这个能进决赛我才睡 预赛的时候我在一边吃烤冷面一边耍 那个烤冷面我都吃不下去了你知道吧 我本以为18年的那个预赛比的就够糟糕了哈 但直到看了今年 总之18年咱们的Diva啊 就是哎 稀里糊涂第八名进决赛了啊 最后咱也确实是最clean的一套留给了决赛 我觉得真的就是老天真的是看不下去了 Diva再不上墙老天真看不下去了 有人会觉得说Diva的整个职业生涯 还是充满了一些遗憾的 但是大家想想看运动员能走进咱们的视野中 已经是就是克服了很多很多的困难 已经非常不容易了 那Diva这样的运动员 他的这个体质他就是比别人容易受伤 那这场比赛真的就是让我 为数不多流下鳄鱼的眼泪的其中一场 第二名06年丹麦世锦赛 阿胡斯童话啊 当时是舰队53年第一次拿到女团的世界冠军 这个冠军中国队等了50多年 当时的话其实就已经预想到了 如果要是不再十分制拿到女团的一个冠军 或者说创造一些历史的话 其实等到AB分之后差距越来越大 更难拿到 那我们最终没有想到哈在06年拿到 但其实当时在赛前大家都已经预想到了 咱们的一个顺下来的分数 其实比俄罗斯跟罗马尼亚还是要强不少 但我们当时真没想到美国队他也是有受伤的一个情况 我个人来讲的话 咱们当时也是强在了哪呢 咱们强在了一个临场发挥 确实是当年也是很难以置信啊 刮队12套全顺 大家可能会觉得说要着重的要表扬一下 五位上场的一些运动员 但我现在你们再咱们再来说一下 2022年世界赛看完回来 咱们也得表扬一下李亚 因为有些时候运动员就是得带脑子 不要觉得说当时AB分 咱们失误一次扣0.8 李亚那整个高低杠最值钱就是连接 那掉了一次再断了个连接 而且你想想看今年这团体决赛 那不是说一个人上场 他摔了一下之后 他之后都能顺起来 之后就优质套就clean了 咱减一分还不错啊 不是这样的 而且当年是633 安全就是抓住了机会 所以说咱们6个人都值得敬佩 我都特别佩服 那第一名我们就不用多说了哈 我也可以收起来我的笔记本了 咱们就是说来全场起立 2008年北京奥运会女团决赛 这个比赛的话呢 相信已经是刻在了很多人的DNA里 想到当年就会觉得说 咱祖上富过呀 有些时候我也会很丧 会觉得说 哎咱们这玩犊子了 咱要再继续下去 咱真完蛋了 咱们就是说下一个罗马尼亚 但是我有些时候 人就是莫名其妙有一种底气 你知道吧 那大家也能看到 其实体育比赛的话呢 它如果是正向的一个引导来讲 它真的能激励一代人 所以我一直都觉得说 其实瓜队呢 不管这个运动员出什么成绩也好 或者说因为一些遗憾 可能就是这样草草退役了也好 我一直都觉得说 咱们对于运动员的一个教育 咱们不能少 首先我觉得说 咱们在瓜队的时候 咱们一个是要跟他们教他们 说什么上各种什么数学课英语课 那咱们也得教他们 如何去在退役之后 去进入社会 去跟人交流 去如何不被骗 去如何去分辨好人跟坏人 大家也知道 匹操小花 他们很多都是很小很小的时候 很早就已经离开父母了 有些时候大家都知道 父母都是小孩 这人生中第一个老师 有些时候你第一个老师 该教的东西 他没有在你的这个年龄段里教他 那小孩在长大的时候 肯定他就会少一些东西 他没有人告诉他 你知道吧 所以你会觉得说 部分的有一些运动员 他这个人不太会说话 情商不太够 或者说有些时候 甚至说是骗这骗那的 对不对 其实我们都是非常惋惜的 我们就是不想看他们 就这样说是堕落 或者说是吃亏 所以咱们可能会觉得说 有点了远了 但我真觉得说瓜队呢 如果你想让你这些优秀的运动员 在未来的人生中 也能就是为咱们国家的一个体操视野 能够再做点什么的话 这些东西咱们是该交得交的 如果像那个咱们瓜队 有人看我这期视频 我知道肯定会有人刷到我这期 我希望大家能够想一想这些事好吗 希望咱们的整个体系能够更加完善吧 然后也希望咱们的小花们都能平安度过东迅 然后也希望大家都能够继续支持咱们瓜队的体操小花 如果大家喜欢大顺的话 千万别忘了帮大顺搞数据 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吧 拜拜